沙漠之城迪拜卷要进口沙子 没错 根据统计 迪拜每年要花至少4亿美元来进口沙子 你说这不扯的吗 你一个建立在沙漠上的国家都要进口沙子了 那俄罗斯是不是哪天得进口石油了呀 但事实确实是这样 人类已经开始面临用沙危机 很多小开肯定会说 沙漠里那么多沙子我们把它弄出来不就行了吗 但问题是我们并不缺沙漠里的沙子 沙子之所以会紧缺 是因为全球经济发展带来了基建产业需求的暴涨 说白了 我们缺的是用来建房子的沙子 这些建房子的沙子基本都是合沙 跟沙漠里风化生成的沙子它不一样 合沙基本都是流水侵蚀生成的 生成速度很慢 很多地方都是用一点少一点 像我国福建省 连均用沙缺口都达到了75% 也就是说当地只能满足四分之一的用沙需求 这相当可怕 为什么沙漠里的沙子它不能用 还是前面所说的 成因不同 这些沙子都是经过风化形成的 原本它们是岩石 不断裂解裂解裂解 最后形成了沙子这种小颗粒 而在沙漠里不断滚动之后 这些小颗粒会被模续棱角 形成一个个光滑的小颗粒 那么过于光滑的沙子 它是支撑不起建筑物的重量的 但用这种沙子去做建筑物 很容易就发生垮塌 带来严重的后果 除此之外 沙漠里的沙子还还有大量的碱性成分 对于建筑物而言 虽有腐蚀性 长期使用肯定会出问题 所以没有建筑商敢用沙漠里的沙子建房子 面对现在河沙水涨船高的价格 很多地方都选择了像东南亚进口 毕竟东南亚河流多 建筑需求又比较少 所以河沙漠口就比较宽松 听到这里你就会明白 哪怕你迪拜是沙漠集成 照样它无掉进口沙子的谜语 更多科技故事 关注科技周周讲故事